界外球的神秘力量关于它我们所不知道的是。 我从来没有在棒球场上接到任何一颗界外球过。 我已经进场看过了不少比赛,也有几次坐在界外球刚好飞过来的区域,但我从未有机会尝试去接那些大联盟打者击出的球。 在我10岁或11岁时,我曾坐在克里夫兰市立体育场中的最下面一排看球,然后一位双城打者把球打向这边,直击走得伤,幸好那里没有人。 球打到通向大厅的混凝土楼梯并反弹回来,落在我身后的那排通道后面,我跳过去,试图把这颗宝贝捡起来,但一个30多岁的人比我快了大概半秒捡起这颗球。 如果我在年轻几岁,我的速度可能会更快,或者使用对他们们的招数让这个人给我球。 但总而言之,棒球从来没有从天空自动坠入我身出的手套。 谈论棒球时,我们通常不喜欢去讨论尖外球,他们有点烦人,他们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量好球之后,他们也不会再被计入好球,他们只是让投手多投了一球而已,但技术上来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比较常让我们谈到戒外球的时机,大概只有在讨论打者的击球率的时候。 那么,戒外球到底该如何引起大家的兴趣?事实上,说戒外球完全没有意义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知道打者试图挥棒并且击中球了,然后没有挥空。也许这是比想象中更宝贵的资讯也说不定。 警告。以下进入数据分析时间。 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是并非所有戒外球都是一样的。 无论是在规则手册中没有好球或一好球师会对球术产生影响,但量好球后就当作从未发生过,或是在关于某位球员的一些数据表现上。 过去的研究显示,量好球之后机出界外球的能力,能让我们辨认出哪位球员拥有良好的击球率,相反地,越容易在量好球之间机出界外球的打者,更可能是击球率低,此方面能力不佳的选手。 我还发现,打者在量好球以前的境外球率,与量好球后的境外球率,关联性是很低的,也就是说,这两个技能基本上是独立的。 当然,这并不代表每位球员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量好球前,量好球后,都有助相差极大的境外球率, 但两者之间是完全不相干,互相没有预测能力的。 接下来,我们则将更仔细地检视每一颗界外球能在比赛中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让我们从低球数儿里考虑时机出界外球的情况开始分析以下的数据来自2016年所有打席扣除投手打击和故意撕坏。 我们先专注在所有从一好球,零坏球开始的打席一个打席,若要达到这样的球数,有三种方式,挥棒落空,没挥棒背叛好球,及出界外球。 以下是三种不同的打席最后的数据结果。 我们清楚地看到,让球数从一好零坏开始,对打者来说是个坏主义,但我们同时也能发现并非所有好球产生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请注意,以击出界外球的方式取得第一个好球,和挥棒落空取得第一个好球,两者之间的打席结果有明显的落差。 在外球和判好球的结果相比,则是差距不多,如果打者将第一球打出界而非挥空,即便打席都是来到一好零坏,那个打席的拳雷打率依旧比较高。 若是将同一套研究方式推展到球数从零好一坏变成一好一坏,我们也可以发现一模一样的结果,同样是拿到好球,即出界外球的打席结果优于挥棒落空。 等一等,聪明的读者如你,一定会想到一个问题,那些打出界外球的打者可能有蛮高的几率,本身就是一位击球率高能力出色的打击者,那么,他们较出比较好的打击成绩,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或者,第一颗好球是被击成阶外的投手,也有可能比较大的几率是球微差,制造挥空能力教训的投手。 如果这些投手能力真的比较弱,打者也应该拿到更好的成绩才是。 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去控制这上述这个变因,做法如下。 我观察了所有从一好零坏开始的打席,并依照投手和打者的强度做出投打预期成绩,但即便如此,第一颗好球是剑外球的打席,打者的打击成绩仍然是比预期的还出色。 就算把投打实力、形态等因素考量进去,第一个打席打界外球后的进攻数据仍比挥棒落空后的打击表现优秀。 这告诉我们一件事,当打者挥棒不挥空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来盖看良好球后发生的情况。 我找出2016年所有进行到良好球之后的打席,去除投手打击,发现有超过联盟总数一半51.4%的打席都至少进行到良好球之后,以下是良好球后各种情况下打者最终的打击成绩。 再一次的,我们发现对于打者来说,球数来到良好球之后是非常糟糕的情况,然而,试图破坏掉一些球是有好处的。 举例来说,看看只有把一个球被打成界外跟完全没有把任何球打成界外的数据差别。 跟刚刚一样,我们担心的是,良好球后能击出大量界外的打者,是不是本身实力就比较好,较不容易被三阵的打者。 但在一次地,即便我们控制打者和投手的特性以及实力强弱,结论依旧是一模一样。 在良好球后至少打出一颗界外球以上,确实能提升打者的预期成绩。 原本你以为界外球单纯只是球迷的纪念品。 让我们再复习一下刚刚提到的东西,特别是良好球后的界外球。 直觉上,我们知道,让投手在一个打席中投出另外一球,可能会产生一些正面的效果,他的疲劳程度可能会稍微提升。 或是,打者多一次机会可是应他的球路和节奏。 如一开始所提,我们知道打者在良好球之后是否能击出界外球,是一项确实存在的技术。 大家明白哪些打者倾向于在良好球后去破坏球,但有没有人真的深入关心过这一点? 也许我们应该这样做。 因为我们知道,非常多的打鞋都会出现良好球的情况,虽然打者能避免良好球会更好,但如果无法避免,最好有一个备份计划打界外的能力就是被低估的运行价值。 多打一颗阶外球并不会让陷入良好球劣势的打者的成绩回到联盟平均。 我们依旧只会看到0.198-0.291-0.320的打击三围,谁会渴求在乎这样的成绩? 恩,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打者会陷入0.170-0.232-0.263的打击三围。 好吧,那他们就会愿意这么做了。 如果我们有一名很擅长此道能借此降低遇上良好球时损失的球员,那么,或许这会是没人注意到的额外价值。